在四十九日之内 若亲一世吧 你就会遭到反噬 与神大人 快说快说 龙王飞在行语区做什么 龙王化作龙行在天上 他是想要干什么 我这不是才问吗 不清楚 我待我的手下观察他好一阵子 他就老大一条路 动以不动地搁在你 这冲动的家伙 不是跟他说过 用灵力化回真身 是会遭受反噬的吗 我猜 他一定是打什么坏心眼 想找机会 干扰我行语 与神莫担忧 龙王要是干扰你行语 恐怕会直接登门拜访 而非现在这种举动 那他总不可能吃饱了 撑得没事干 飞到天上看风景吧 这么做 一定有什么目的 若我猜得没错 他应该是在帮谁挡羽 帮忙挡羽 好啊 我让羽下得再大点 他又不怕水 你下得再大也没有用啊 那 雷羽交加 顺带闪电 你这是樊雷 又不是天雷 等于帮他挠咬 等于帮他挠咬 依你现在的身体 恐怕连樊雷都受不了了 我记得你说过 你最希望看待新学院了 刚才是你吗 下回别离雨等我 我将军府 不缺雨散 下回别离雨等我 我将军府 在四十九日之内 若亲一失法 你就会遭到反射 你 龙娃 你的灵力怎么如此虚弱 你是不是又滥用灵力 遭反射了 安静一点 龙王啊龙王 你别再滥用灵力了 陈月那边 谁害她我会看着 你看看你现在